当然,自由已经写进了马来西亚的宪法 很多条都残明了马来西亚人民拥有的自由权利 但是写入宪法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继续的捍卫 我们要捍卫的宗教自由 我们要捍卫能够有自由选择母语教育 我们要能够有人身自由 结合的自由 计会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只有我们拥有这些自由 整个社会的权益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宝藏 而民主 各位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 西方的民主也不一定是万灵丹 尤其像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 民主不单单只是少数服从多数 而更多的时候应该要有多数尊重少数 要不然每一样事情都拿人头来投票 多数的人常常会以民主之名剥削少数人民的权益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我们对于民主的这个认知 在公平方面 更加是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共同追求的一个梦想 尤其是我们华裔同胞 我们的党歌的最后一段唱的是 终取公平社会实现 我们追求合理的公平和平等 期待国家公平对待每一位马来西亚公民 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 人人甚至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这个是普世价值 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 但是作为一个捍卫人权民主公平的政党 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